神秘女孩每天在工地飘忽不定 她选定一个工人却又不伤害她 而是每天躲在她的床角寻觅一个藏身之处 今天为大家带来亚洲怪谈之无名事 阿鹏是一个寻常的工人 和他在工地上的都是一些飘扬过海的人 他们每天风吹日晒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让家人好过一点 除了辛劳的工作之外 他们还要每天被包工头压榨 这天呢老板正在训话 保安神色匆忙地跑过来 工地上发现了东西 只见挖开的大坑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包裹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具女尸 包工头想要报警 但是这件事要是被传出去 到时候谁还敢住这里的房子呢 老板立马制止了包工头 并决定悄悄地将女尸处理掉 这个苦差事落到了倒霉的阿鹏头上 为了让他老是闭嘴还给了封口费 但阿鹏看内女尸可怜 很显然女尸并不是正常死亡的 他们要是把女尸烧了 那女孩的家人和警察就再也找不到他 于是在处理尸体的时候 他趁包工头不注意 挖了两个坑 一个坑里装上干柴 倒上汽油点燃 而女孩的尸体躺在旁边的另外一个坑里 阿鹏帮他拔出了脖子后面的长钉 并为他下葬 入土为安 包工头因为不敢靠近 一直没有发现 晚上阿鹏打电话给女儿 突然女孩的鬼魂出现在眼前 女鬼一直跟着他 但阿鹏看不见女鬼 保安向他确认 有没有把尸体烧掉 阿鹏毫不迟疑地说 烧了 保安也就没有再怀疑 可就在他走到门口散心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女孩的哼唱 阿鹏洗漱完正准备睡觉 发现他的背心不见了 就在他躺下的时候 女孩从床底爬了进去 他手里拿着阿鹏的背心 并且把玩着那根从他脖子里拔出的钉子 第二天 公有黑格因为不满伙食 于是去找包工头讨说法 工头啃着鸡腿 十分仗势欺人 不仅没理会黑格的不满 还扣掉他这个月的工钱 黑格差点因为这个和他打起来 阿鹏赶紧上前制止 其他工人也是在一旁 敢怒不敢言 就在这时 刚刚还嚣张的包工头 突然呕吐起来 他嘴里竟然吐出一根钉子来 保安拿着钉子 面色凝重 突然钉子动了起来 紧接着 女孩的哼唱再次出现 保安急匆匆地找到阿鹏 想他再次确认尸体是否真的被烧了 看保安这么慌张 阿鹏承认自己没有烧掉尸体 得知真相的保安当即吓坏了 他不停地念叨着 那女孩回来了 还会杀了他们所有人 听到他这么说 阿鹏也害怕起来 第二天 他就带着保安去把尸体挖出来 可是挖了许久 也不见尸体的踪影 保安以为阿鹏在戏弄自己 于是威胁 要把这件事告诉给包工头 殊不知 此时女孩正在树林里看着两人 就在保安回去告状的路上 女孩跟上了他 工地老板又来了 他要急着收房 但是地基还不够稳固 包工头表示 收不了 收不了还不好办吗 直接让这些工人 接下来两周加班了 黑哥表示 如果要加班的话 就应该加工资 但老板不仅没有加工资 还把黑哥直接辞退了 并且出言辱骂 说黑哥是一个懒惰又无理的人 警告其他工人 不要像黑哥那样当个废物 阿鹏任无可忍 站起来大喊 自己不是废物 结果被老板打了一顿 最后和黑哥一样被辞退了 做完一切 老板回到家中 但他不知道 女鬼也跟着自己回了家 给情人打电话中途被打断 等再切回来的时候 电话被挂断了 喝红酒发现用的是香槟杯 喜欢吃一分熟的牛排 用人却上了全手的 今天一天简直倒霉透顶 老板冲着用人大发脾气 用完餐 他走进浴室 准备舒舒服服的泡个澡 这时水里冒出一个人头 而此时餐厅传来用人的呼喊 这会儿他才刚刚把晚餐准备好 这边老板刚死 那边工地就找到了保安的尸体 阿鹏把尸体没烧的事告诉给包工头 但包工头害怕影响房产生意 于是警告黑哥和阿鹏 不准把这件事说出去 并以让他们留在工地作为条件 让他们把保安的尸体悄悄地烧掉 为了以保万一 包工头叫来一个巫师驱邪 巫师通过通灵 看到了女孩死亡的真相 原来女孩在一次出游的时候 被三个男人盯上 几人轮流欺负和虐待了他 而且女孩死的时候还有身孕 为了防止女孩变成恶鬼 回来报复 几人才在她的脖子里盯入了钉子 阿鹏拔出了那根钉子 唤醒了女孩肚子里孩子的鬼魂 这比一个成人的鬼魂更为可怕 如果要制服女鬼 那必须要找到另外一颗钉子 钉入女孩的脖子里 晚上巫师开始做法 而此时女孩出现在她的身后 阿鹏觉得要不是自己拔出那颗钉子 保安也就不会死 所以她十分内疚 半夜她方便完出门洗手 看到了巫师惨死的尸体 就在这时包工头出现了 她以为是阿鹏蓄意杀人 报复工地 准备一拳奏向阿鹏 千军一发之际 女鬼出现了 她献出真身爬向包工头 阿鹏在身后捡起钉子 准备插进女鬼的脖子 女鬼转过头来 看着女鬼清纯的面旁 阿鹏一瞬间和她共情了 她仿佛感受到 女孩在临死前的绝望 这一下她怎么也下不了手了 就在犹豫的时候 快被勒死的包工头 踢了她一脚 阿鹏脑袋朝地 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而女鬼趁机取了包工头的性命 但女鬼并没有对阿鹏做什么 她一直把阿鹏当成了恩人 并为了阿鹏杀掉了作恶的老板 之后 阿鹏被送去了医院 就在她醒来的时候 吴明氏讲述的是一个新加坡的故事 故事情节相对淡薄老套 讲述男主因为行善 而被女鬼报恩的故事 而故事也告诉我们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要因为一时得逞 就狂妄自大 最终所有的恶果将要偿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